三個辯來解釋這個圖理看出來 那各位從這個圖 那同理你講四個辯 四個辯 那你能夠表示的這個01234567 然後再來就是-8-7-56-5-4-3-2-5-1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16種 那你講是五個辯 你就可以從01234到15 然後再-16-15一次到-1 是不是也是16種狀態 對不對 32種狀態 所以它能夠代表的狀態都是一樣的 你三個辯 不管你是un sign還是 sign 你就只能代表八種狀態 好 你不可能多了 只是說你假如是un sign 你就可以到0到7 但是你假如是sign的話 你就不能到7了 因為你要留一部分也負得用 對不對 這就變成 01234 然後一直到負責到負責 所以你一腳如意有 Angle Beat 我喜歡Angle Beat 那你Unsign 你Unsign能夠代表的狀態 是幾個狀態 就是2的N四方 就像我們這三個辯 三個辯能夠代表 是不是狀態一樣是8的狀態 然後呢 你能夠代表的數字是0到2的N四方點1 這樣對不對 像三個辯 2的3四方點1就是7 但是你一腳是Sign 你一樣狀態還是2的N四方的狀態 你不可能增加了對不對 但是你能夠代表的數字 就是從負的2的N-1 一直到2的N-1 對不對 所以像你看我們三個辯 你能夠代表的正數最大的 就是2的2字方點1就是S 2的2字方就是4 4點1就是S 對不對 但是你負的 最小的負數可以代表到哪裡 可以表示到哪裡 就負的2的2字方 就負數 這樣OK嗎 所以從剛剛那個圖 我剛剛畫那個直線 那個線圖 你以後Tools Company 用這個去理解 保證你這個 這個鞋起來會很愉快 因為我們以前就是被 Tools Company 剛剛有一個同學 他已經 哇不得了已經 這個火車一直不會開到哪裡去了 我們現在講高雄 他已經開到嘉義開到台中 所以他知道說 Tools Company是怎麼算的 但是我現在先沒有告訴你怎麼算 我現在告訴你 那個是什麼意思 所以你以後 Tools Company 已經用這個去理解 它是什麼 它代表的物理意義是什麼 否則你 你假如指揮衣 指機 每次都是用那個算機 那個式子機算 Tools Company 是什麼 那你有時候很多東西 你沒有辦法進去 好 好 好 那 這個OK了 好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告訴你說 Tools Company 怎麼算 好 假如一個數 是正數 有X 它表示正數 Positive 那麼呢 你就用正常的 Unsign的方式去代表 比如說我們說 2 那2呢 你就 010 這樣 OK 那它代表就真的是2 然後呢 假如 你是-2 假如是Negative -2 對不對 那你是怎麼樣 先算 先算正二 先不要軟腹 先算正二 那正二呢 做出來是不是01 對不對 那010 你在把這個010 把它 0變成1 1變成0 所以就變成 101 好 你就變成101 那變成101以後 再加1 好 好不好 這加1 這邊11 好 這個就是代表 2 所以正二 是這樣子表示 2 2 是這樣子表示 好 你看我們這11 是不是在這裡 就是 是不是 這樣OK嗎 所以 假如你要 代表正的整數 你就直接 把它變成 unsign的表述 我們的那個 binary表述 就對了 然後假如是負的 你就負的 先不要看 先把它用 unsign的方式 表出出來 final表出來 然後呢 表出出來的東西 再把它取 0 對11 變成 這個我們就叫做 once complete 這邊 在還沒有加1之前 這個101 我們叫做 once complete 好 那你把once complete 加1 那就變成 twos complete 變1 這樣OK嗎 好 這是第一種 你只能把一個 整數 把它變成是 tus complete 的表示 那這邊一定要注意 你給的這些數字 一定要在我 能夠 表示的範圍之內 比如說 我三個bit 你只能告訴我說 你怎麼表示三 你怎麼表示負四 你怎麼表示負二 你怎麼表示負二 你不能說 我現在三個bit 你叫我說 來你幫我表示負八 嗯 表示不錯 這一招就不一樣 好 換句話說 你要叫我 弄出來的 表示 吃 表示 representation 一定要在我的涵蓋範圍以內 所以 假如是三個bit 你給我的數字 要我轉換 你一定要自願移 負四到三次 就 我才可以幫你做 對不對 你只要叫我說 欸 怎麼這樣代表負九 抱歉 我做不出來 因為三個bit 沒有辦法代表負九 這樣OK嗎 好 好 這是第一種方法 好 這是第一種方法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 介紹的那一個 剛剛介紹的那個 是第二種方法 就是 你去畫那個線 然後 看看他近體 右邊多少 假如他是正的 你就看他近體左邊多少 3就是3 所以你把那個000先標示出來 然後看看他近體左邊3 好 那對應的那個 1010的那個組合 就是你要 或者0101 好 那第一個數字當然一定是2 好 那假如是負的話 那你說看他近領右邊 好 比如說負二 那你就找近領右邊是2的 下面對應的那個 0101的組合 就是你要的 好 好 那第二種做法呢 是什麼做 是這樣做 是 010對不對 比如說你現在把2 已經變成010 然後你就從右邊 往左邊數 數到第一個0 為止 好 那在你數到第一個0為止的這個地方 全部都copy 這邊0 這邊1 因為這是第一個1 右邊數過來第一個1 對不對 你這邊都copy 好 copy完了以後 左邊的所有的 0變成1 變成0 所以你copy到這邊 然後是 左邊的0 然後就成1 好 這樣就結束了 這就是我們的2 copy 好 所以不管你用哪一種方式 都OK 但是他的這一些的物理意義 全部都是從我們剛剛那一條線出來 就為什麼這樣子 就是OK 你去 把那一條線 對一對你就知道 好 好 你從那一條線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方式 從這個方式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方式 好 那現在你有問題來找 好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那麼多時間 去把這個 之間的 去做一個做證明 做那個證明 來花時間 好 所以這三種方法 你都可以去 把一個整數 把它轉換成 truth complete 的表述 好 那我們現在既然可以把一個整數 對不對 把它變成一個 truth complete 的表述 那我們現在要回過頭來說 好 一個truth complete 的表述 方法 你怎麼知道它是 但你一時間位的多少 正的多少 或負的多少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現在 假如給你一個 011 這個數字 你怎麼知道它是 它的實際位置多少 或者是它 是正的還是負的 正的多少 負的多少 好 那你就看第一個數字 第一個數字是0 這番就對了 正 對不對 那正的好 你就用這一個 它是等於 1 0乘上 2的 平方 加上 1乘上 2的1是負 最後1乘上 這個 這個 對不對 這個實際位 好 那我現在講到一個 111 對不對 進來 那你看 喔 這左邊是1 所以它是負的 對不對 那既然它是負的 你就把它 這個 tooth combate 就把這一個人 tooth combate 好 那tooth combate 它就變成002 對不對 002 那002 還在加1 因為001 只是換1 再加1 就是那0 喔 所以它就是負的 這樣 對不對 因為它是負的 喔 所以你先把它變成 tooth combate 然後再叫一個負 那就是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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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OK嗎 這是一種做法 喔 另外一種做法呢 就是 你不要管它是正的 是負的 管它的 喔 你就不用管它 然後你就怎麼做呢 不管是這個 還是這一個 最左邊的那一個 最左邊的這一位 喔 你就把它變成 負了多少 比如說這邊是0 這邊是1 對不對 那你要這一個數字 你要把它轉換成那個 你就不會 負的0 乘上2的2次 所以這邊我們原來是 要乘上2的平方 對不對 那你就給它負的 乘出來這一項是負的 所以負的0乘上2的平方 然後加上 然後後背全部都加 再讓1乘上2的一次 加上1乘上2的平方 那因為這邊是0 真正 做出來是不是才是正常 那你倒是一個 你要是負的1乘上2的平方 加上1 不是對嗎 意思 乘上2 1乘上2的原子 那這乘出來是負4 負4加2加1 所以我在這邊 我根本不要去管它 前面第一位數是 連來之一 然後也不需要做什麼 出事乾杯 我直接就這樣 那這邊不管幾個變的都一樣 你是3個變的 4個變的 8個變的 32個變的 同樣都是這一套 這兩個方法 同樣都是這個方法 你假設32個變 那你一樣 用第一種做法 看第一個變的是0 40 好 知道了 那是1 第一個變的是1 先取1 先取2 這叫一個5 那這種方法 下面這種方法 是 不管它是正還是負的 你假設32個變的 那就是最左邊 那個第32位那邊 就是給它 負的 然後 2的 31 4 對不對 所以最左邊那個 就是負的多少 乘上 2的31 4 好 那你假如是 最左邊那個 逼的是0 那一項就沒有作用 對不對 所以你看 這個其實跟這個是一樣 我們剛剛講的 因為你講最左邊那個 逼的是0 那你第一項就沒有作用 所以是不是直接加起來 這就是這個 好 那你假如是 最左邊那個是1 好 那你 那你去倒一倒 他自己也是等於這個字 好不好 所以這兩個是完全是一樣 做出來跟我們 你去判賠他 第一個變的生意在這兩個 完全是一樣 那這兩種做法 隨便你 你要用哪種做法 都OK 但是 不管你要用哪種做法 我剛剛給你那一條束線 那個物理意義 你一定要 要知道 他們之間的作用 像你 你以後這個 處理tooth company 就很得心應酬 你這樣比較不會被趕貴 好 那有了這種tooth company 我們現在就可以 來做我們的這一個 這個 增結 好 那這個就是tooth company 的 shortcut 這是我剛剛跟各位介紹的 好 比如說你現在 這一個 要求他的tooth company 或者說你要求 負了多少 對不對 那你就把這一個 往左邊就看看 看到第一個1 這個之前你都copy 好 就是 就是 0-0-0-1 就把它copy 然後在左邊 中邊才是0 變成1-1 變成2 這個就是 我們剛剛介紹的方法 好 那這一個的是你 先把這一個 求他的one's company 0變1-1 變成2 然後再加1 好 對 這樣OK嗎 好 那這一個各位回去練習一下 你怎麼樣把 這一個 104 104 104 你怎麼樣去求他的tooth company 換句話說我現在要求 負104 好 我現在要 要用tooth company 的方法代表 把負104 用tooth company 的方法 反正 所以這邊 OK 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 你要代表 齁 你要把這一個 156 156 這一個 把他求他的tooth company 就講說我知道 我有一個 1010是這樣子 我要求他的tooth company 那各位 你要很清楚 你這邊是1 對不對 代表這是一個負數 連你變成tooth company 他是代表正數 誰 一個正數 你tooth company 就代表負數 一到負數 tooth company 就代表正數 所以 3 你把他取tooth company 他就代表負數 正3 你取tooth company 他那一個得出來結果 就代表負數 好 那這邊就是我們 假如是這一個 四個bit 四個bit 我們是可以代表0到7 然後負8到負1 對不對 好 四個bit 那各位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只要是1的 他就很固 好 那你看 你假如是1000 的話 就代表他距離 1000 也就是我們那一條直線的 最路邊 是8 對 那假如是1001 好 你就換這樣 你把1000 1000 減掉1000 你就會得到 18 好 你把這一個 1000 減掉他嘛 就代表他們距離多少 他距離就是8 所以這個數字代表就是8 好 或者是 你不要這樣子 你說好 我現在要1 對不對 就是跟我們剛剛的做法 好 負的1乘上2的3次方 加上2的2的平方 2的1乘下2的1乘下2的1乘下2的1 還是負8 所以隨便你 用什麼方法他都對 好 只是你這幾個方法之間 你要知道他們的關係 好 好 那我們現在說 我們可以把 一個 十進位的數字 好 不管是正的還是負的 把他用二進位把它表示出來 好 那這個中間要怎麼樣做轉換 就是說 你怎麼樣 比如說你現在 你怎麼樣把這一個 104 變成 01101002 對不對 好 我們剛剛說 你可以這樣做 但是要怎麼做 對不對 好 你怎麼樣把它表示成 0110100 好 那這個東西呢 我寫在這邊給各位看 你需要去背他 你要知道它是什麼原理 這跟我剛剛的那個 tooth company一樣 你要知道它是什麼原理 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說 我們的104 那我把它寫成什麼 我把它寫成說 A的 比如說我現在用 1 2 3 4 5 6 7 8 八個變成的代表 對不對 那八個變成就是 A A7乘上2748 好 加上A6乘上2678 加上A5乘上2678 加上A5乘上2678 一次加 加上A1乘上2678 加上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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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你把它 表示成 八個bit A0 A1 A2 A7 每一個A1 是一個bit 對不對 那這兩個是不是相等 好 你寫錯這兩個是要相等 對不對 那你既然一相等 相等的話 好 假如你相等 欸 好 假如你相等的話 我們現在把 兩邊差不多都除以二 好 把這個104 除以二 然後我們把 然後我們把 這個 這個 油這個等量 除法公理 兩邊都除以二 它也是相等 對不對 那我這邊就會變成 A7乘上2678 加上A1 然後呢 剩下的就是移速 再來就是移速 對不對 那移速就是 就是我們的A0 等於我的3 是這個 我這個除出來 3 是這個東西 那移速就是A0 對不對 因為 我兩邊都除以二 我的這個3 這邊 從這邊到這邊 是不是都可以被二整除 對不對 就移下來就只有這個A0 所以你只好把 右邊104 除以二 那麼它的移速就是A0 所以第一次除二 它移速一定就是A0 那它的3呢 是不是就是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3 對不對 好 那我再把這個3 再除以二 104 除以二 好 平方 再除以二就是相當 104除以二 我再把它除以二 那它是不是會得到 A的七次方 乘上A2 25次方 意思叫做 A的二次方 這個就是我的3 然後移速就是A1 因為你這邊是A2 乘上2的一次方 對不對 那所以我這邊 假如 幹嘛除以二 我的3 就是這邊 出來的結果 然後這個A1 A1 就是我們的移速 對不對 那3就是A7乘2的5 出方 一直加到A2 對不對 然後再來 這個移速就是A1 這個移速就是A1 然後這個移速呢 就是A1 這樣對不對 所以這樣一直做 再除以二 再除以二 是不是移速就是A2 再除以二 移速就是A3 再除以二 移速就是A4 等等等等 好 一直塗到什麼時候 一直塗到3給A0 那結果就做 這樣OK嗎 好 來我們再復習一遍 好 你看 我現在把104 寫成A2 A1 一直到A7 這八個變 那104一定要 要等於這個 對不對 那104是實經位 那我一定要把這個 也寫成實經位 這個實經位 這個實經位 是不是就可以寫成這樣 A的7乘2的7乘2 加上A0乘2的5 對不對 那我假如我把兩邊 除以二 104的移速 那就是A0 對不對 因為他的3 這個可以變成2乘2 所以這個A1 不可能變成移速 對不對 所以這個3 這個2的1次方 2的2次方 就是前面這些東西 都可以變成2乘2 所以他意思是變成3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只有這個A0 是否1兩次除以2 所得到的移速 除了這樣除一遍 所得到移速 就是1 然後3呢 就是這一堆 對不對 那我現在再把這一個 除了2以後得到的3 再除以這2 對不對 是不是A1就變成移速 好 然後3呢 就是這一堆 A7的2的5次方 一直加加到A2 好 然後我再除以一次 A2就變成移速 真的真的移速 這樣OK嗎 好 這個就是怎麼樣把10晶位 變成2晶位 不錯 那這個其實不是只有2晶位 這樣子做 8晶位 7晶位 15晶位 16晶位 32晶位 好 都是用同樣一套的道路 所以你這堆位 你什麼都會 好 就是它的 觸覺的原理就是這樣 好 好 那我們現在來算 104 這樣OK嗎 把它抄掉 所以你千萬不要背喔 你背 背到後來你就搞不清楚 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 我們現在104 好我現在把它除以後 12除以2 那我們再得到上次多少 52 移速是0 欸 這個就是我 兩個咧 我現在再把52 再除以2 也就是104再除以2 除以2的平方就是 來 得到結果 26 移速在這裡 這是我們的1 來 好 再把26 再除以2 13 移速就是 2 嗯 這就是我們的A2 好 再把13 除以2 得到6 這是我們的3 移速是1 再把6 再把6 除以2 得到3 是3 移速是0 對不對 好 再把3 除以2 得到1 3是1 移速是1 這是我們的A2 好了 這把1 除以2 得到3 是0 對不對 移速是1 這是我們A2 好了 因為我們在3 以前是0 再除下去移速外 通常都是2 沒有必要再除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是104 就是等於 假如理是8個bit 那A7當然就是2 對不對 好 這裡得到0 A6 A6 A5 1 A4 2 A3 1 A2 A1 A2 都是0 這個就是我的 不記錄 好 所以 就這樣 這樣OK嗎 所以 為什麼一直給它除2 除2 就是這個道理 為什麼要一直除2 然後一直除2 除到3 都沒了 這除下去 一直通通都是2 沒有必要再做 OK嗎 好 這是第一種做法 那第二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 就是你去減 減 減一個2的幾次方 那你把這個呢 起到最大 讓它小一零四 讓它2的幾次方 小一零四 但是要是最大 那你這個 欸 當你這個 2的 64 2的幾次方 哪64 2的六次方 對不對 2的六次方 等於64 64小一兩次 當你再加 2的七次方 它就變成128 就是大一兩次 所以你這個呢 就是六次方 所以我現在就是 這個呢 我現在知道 所以我這六次方 這104.64 你多少 就是40 我現在40 所以我的A6就是1 因為我減了一個 二的六次方 那或者你 你一想覺得 你這個有點怪怪的 你沒有怪啊 你就把它調換過來 104-40 這個二的六次方 對不對 所以一乘二的六次方 所以你知道 A6-1 因為等下 104一定有一個 1乘二的六次方 對不對 好 所以你知道 A2-六次方 AA6-1 正好是A6-1 正好是A6-1 OK 好 那你現在得了 剩下40對不對 那你在40 減掉 2的多少 好 那它最小值 但是 不能小一點 那你說 哇 32 2的五次方 對不對 2的五次方 那我32 那30 40-32 剩下8 所以這個 所以你就知道說 40裡面有一個2的五次方 對不對 好 然後 這個104-64 那104等於64 加上40 64裡面有一個2的六次方 反正 40裡面有一個2的五次方 所以就知道 104裡面有2的六次方 也有2的五次方 那是不是代表 A6-1 A5-1 所以 大一點點 0 最小 對不對 那這個剛好 2的三次方 哇 減掉了2的六次方 所以我這個哪個就是3 那你做到減出來的0 你就是不用對手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就知道 A3-2 那這樣就做完了 所以你就知道說 哇 你出來的representation 就是 A0等於0 A1等於0 A2等於0 A3等於1 A4等於0 A5等於1 A6等於1 A7等於1 A7等於1 是不是一樣 那你喜歡用哪一種 隨便 通常 假如你知道任何六次方 等於多少的話 通常你會 你會喜好這其中的一種 比如我現在告訴你說 10 2 5 沒多少 對不對 那你可以 你可以 你假如用一支除二 一支除二 喔 除二很厲害 對不對 這點一種叫做1025 1024就是2的十字方 對不對 他說你減掉 1024 就剩下1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 2的十 A的十 A10等於1 啊 然後實在1 是不是就是 2的0字方 所以你知道 A的十字方 A10等於1 A0等於1 其他都是0 喔 對不對 OK 所以這兩種方法 你還要用高中 用哪一種 我想你能比我還清楚 各位說 九段刷場 齁 你知道怎麼只能用哪一種方法 齁 好那這邊就是 但是更多的也算是 我各位回去 演驗 我就不講 那質疑說 你怎麼 怎麼樣從 齁 變成 Tools Company 我剛剛是正 對不對 那怎麼負的 你應該負104 你要把它表示成 負104 你要把它表示成 Tools Company 那你就先把 104 變成 Binary 然後再 那個Binary 比如說你現在 要負104 如果我現在要負104 那我現在就先把 104變成這一個 再把這個變成 Tools Company 好 好 所以這個就沒有什麼話 好 這個也是練習 我們這邊有很多練習 各位可以 這個 你可以一邊看電視一邊做 沒關係 齁 這個 我也鼓勵大家這樣 這樣你才不會打瞌睡 齁 其實我也時常這樣 我上次有跟各位講 齁 我時常一邊 一邊看公司一邊 看電視 可是我現在電視很厲害齁 我現在很多練習記 我都 我都 內容很清楚 齁 上面韓劇 韓劇你們有沒有看 韓劇 有齁 因為 因為 因為我太太很喜歡看 那我就跟她在那邊 吼啦吼啦吼 一邊看我的公司 齁 什麼 派主王劍啊 派主王劍 什麼 什麼 然後 閒議陣 什麼 很多 很多 我都忘了 什麼 加油阿姊 什麼 加油 精順 那我都看過 那不是每一集都看過 好 OK 那 所以我們現在 你看 以tooth complement 可以做 加模 對不對 那 可以做解法 比如說我現在說 我要做 23-49 整理多少 那我們就怎麼樣 我們就做 23加-49 好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就把 這個49 把它變成 tooth complement 就變成 -49 還是把它加起來 好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看看說 好 那你這到底要怎麼加 兩個tooth complement 要怎麼加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減法 只要做交法就好 對不對 減法就變成交 可以把它轉換成交 好 比如說我們現在要做 1連4 -16 那我要104-16 我就104加-16 所以我就把 -16的tooth complement 就變成交 好 這個負十六 這個怎麼出來 就先把 16 變成binary 再把它變成tooth complement 它就變成交 那這兩個拿交錢 就變成104-16 那我加怎麼加 照常加 照常加 它交出來 你現在這邊是八二變的 對不對 那我交出來 這邊也是八個bit 交出來的結果 我就起八個bit 官家說 這邊會有一個禁位 這個禁位 這個禁位不要掌握 然後我也不必去判陪它 誰大誰小 都不用 我就把它交起來 拿交出來呢 第九個bit 它會去一個禁位 這個禁位不要理它 但是不要理它 有人說 老師啊 不要理它 那萬一 這個overflow怎麼辦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我 就假如它沒有overflow 這做出來就是對 假如overflow 那當然裡面 時間為了那種算法 你也會有overflow 對不對 所以這個overflow 不是只有tooth country 才會發生的 大家都會發生 那我只要去偵測它overflow 所以只要overflow 我就說 喔 這個做出來的結果 不對耶 這程式就停 那只要我overflow 人真車 它沒有overflow 那麼這個做出來的結果 就是對 你就把 這個第九位 這個禁位殺掉 不要理它 這結果就是對 所以你看這 一陽四五十六 對不對 你說出來 各位已經知道 這邊怎麼會容易變成年外 鐵巾這邊要有一個禁位 對不對 所以這邊才會變成兩 這邊一定是 中間進入一個一 一跟一架起來才是 一零 一進到下一位 這邊變成零 對不對 但是我們這個 幾乎位這個一 我們不要 不要理它 所以這個結果 對正確的 九十八 好 所以我們在這邊 我們根本沒有去考慮它 到底是什麼 好 那假如你今天呢 你說 欸 那假如我現在做 16-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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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也是 也是照這樣算 好 因為 你現在做104-16 我會覺得這個 這個做出來是正的啊 所以你沒有法講 好 你不必去考慮 因為104就比16大啊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做16-104 那就等於16加上-124 好 那16是多少 16就是一兩兩兩兩 對不對 0123 4 好 那我們現在把它變成八個bit 所以後面就是 一二三 這就16 來 好 那104呢 在這邊 所以我們把這個104 取tooth company 變成-104 來,那-104呢,就是001 好,1001 來,所以我們把它放在下面,它放在上面都沒關係 你把它當作被加速或加速都沒關係 好,那我現在把它當作加速 就變成100 1100 這就是-104 方法加起來 好,那加起來結果就是001 0101 0-1 好,這就是結果 好,那這個結果選擇多少 選擇多少 你可以用隨便的方法,叫你出來,看看哪種 比如說,我們用我們的tooth cover,因為這邊是E 所以我們把它tooth cover,它就變成 001 1-10 這個數字,對不對 等於付了這個多少 那這個多少呢? 這個等於多少 呵呵呵 這個等於 1-10 1-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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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3-10 16加8 24 24加6 4 24加6 48 24加6 48 24加6 48 48 所以就是負88 所以我們得到做的答案就是負88 那這個答案就是負88 什麼 104-16 88 所以那負88 沒錯,就是負88 這樣OK嗎? 所以你不需要去管它誰大誰講 給它做出來自然就是負的 你看 這個負的 這個位置就是負的 那它真的是負88 哦,它是負88的 負88的 就是負的負的負的 哪裏有問題 哦,98喔 那裏有哪裏有 蛤? 所以我以為你打錯 98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這裡錯了 是負88 88 哦,好 看一下 欸,不錯啦 我們還算對的,它算錯了 哈哈 所以這個是負88 好 那這個是負88 這樣OK嗎? 所以 震的負的它自動就會算出來 你不用去管它說到底誰大誰想 跟我們在算那個實際會的檢訪不一樣 所以這樣就很快 好 這個電腦在算這個東西都很快 因為我們講究速度 好 好 但是問題在哪裡 就你要算這個 你要保證 它沒有異位 你這個答案才對啊 對不對 那你只要有異位的話 這個答案就扣了 好 那重點就是說 我怎麼樣去偵測異位 好 減碼就是用焦碼去算 好 好 這我們 就講過了 好 那我們先看這一個 什麼叫Sign-Extension Sign-Extension 就是這樣 我把兩個數 這兩個數 它用的這一個 比特的數目是不一樣 我要把這兩個數叫 那你要小心 好 好 我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 這一個 好 我現在有兩個數 這兩個數一個是 我原來是用四個變的代表 這兩個數 所以呢 這個01100 因為前面第一個是0 所以它是正 正式 然後這1100 它前面是1 所以它正式 對不對 那我現在把這兩個數 把它加起來 把它加起來 那把它加起來 那把它加起來的話 那加起來的結果 假如我們還是四個變頭 你就會得到的結果 就是 0嘛 對不對 把這個跟這個 加起來 所以0加0 這邊是0 這邊是0 這邊加起來也是0 這邊這邊也是0 進一個1 這個1比較好 總統得到是0 0 那就是正確的結果 但是你現在想說 唉唷 我現在呢 要用八個變的來代表 原來是四個變的東西 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把 這個0100 用八個變的表示 就是全面都是0 但是呢 你假如用負四 原來是用四個變的 用1100表示 你假如用八個變的 它就不是00001100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假如是這樣 它就變成正的 就八個變的來講 這個數是正的 就不是負的 所以呢 你把它變成八個變的 你就要看 最左邊這個變的 是1 你這邊就要通常補1 最左邊是0 你這邊通常就要補1 這個我們叫 Sine Extension 好 那你用這一個呢 為什麼1100 四個變的 它就是 這邊要補1 你用我們那個直線下去看 好 你看 當你負四 負四的話 你假如四個變 它距離右邊 是不是也是四 距離是四 對我們那條直線 好 你假如四個變的 它距離這邊 一 兩 兩 兩 距離是四 這邊 這邊是一 一 兩 它距離是四 那你假如是八個變的 它距離最右邊 是不是也應該是四 對不對 你看 你現在 現在變成八個變頭 這邊變成一 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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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這邊也要是四喔 所以你就知道 這邊就像 一 一 一 兩 對不對 這邊距離才會是四喔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要 copy 最左邊這個變 你只要你是copy 這邊 這邊都給它補兩 糟糕 它距離這個 一 八個兩 它的距離不是四 用這個 它才是距離 一 八個兩 距離才是四 所以你跟這條線很有用喔 在這種地方你就非常非常有用 好 因為它的物理意義就是這樣 它距離最右邊就是四 不管你自己跟別人 它距離右邊就是四 好 這是我們tool company 這個jaxer 好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